那你上来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没人拽你哦 放来更容易了 下去就 哦 你看 这就快了 快把那鞋踩开就来了 这边刚才在虎边上也想下去了 他老是这样子的 干这种拳事 这回 来个干脆的 那你干脆就坐着往下滑吧 一会儿就再想办法上来就好了 刚才正在我刚想说什么呢 我刚想说牧师想拍我一个摔倒的镜头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你动了什么心思了 这是 对 不能动这个 骄傲 这就是 不管怎么说我太险了 这个是不是本来第四句比下面高线的 对应该是 哎 问题不大吧 嗯 行 再上来看看 再上来怎么办 因为我刚才想起了 林海雪岩里边的孙大德 哈哈哈哈 感受一下孙大德 想想这孙大德怎么来干 一个人 哎 你还别大意啊 两边都有很深的树坑 在中间走 一个人没有露的那个心 对啊 也没有人给他那个弄那个标杆啊 也没有露啊 嗯 我觉得那个就 我能想象当时肯定特别绝望那种感觉 不知道往哪走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很熟悉呢 嗯 下了雪啊 他再熟悉肯定也没有 没有 他有那个杨子荣给他留下来的那个标记 哦 杨子荣先探险啊 杨子荣将是进山的时候